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五隻美洲火烈鳥出現在 衛士康辛州的麥蕾根湖邊 吸引了大批觀眾圍觀這些 遠離熱帶郊園的韓建訪客 這群火烈鳥上星期五被發現 飄置著該物種首次在該州出現 這些火烈鳥靜靜地站在尼湖岸約25呎的地方 其中三隻粉紅色羽毛的是成年鳥 另外兩隻就是灰色的幼鳥 衛士康辛州自然資源部的保護生物學家表示 由於最近有關火烈鳥在印第安納州 肯塔基州、俄海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報告 所以這次發現並不完全感到震驚 美洲火烈鳥的典型活動範圍 在佛羅里達和其他海灣沿岸州 以及加勒比地區和南美洲北部 專家推測這些火烈鳥 可能是在八月末被巨峰 伊達利亞的強風退向拔放的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 明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 明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 明天下維持記者編輯董